我们开了一家所有员工都是AI的公司 然后真正掏出来了一笔钱给他们去炒股 直到看到视频的此刻 他们已经真的开始花我的钱了 太刺激了 我也不知道后面这帮的AI 是会让我取亏还是爆赚的 讲究的就是一个狠国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我们做的这家AI炒股公司 这个AI草台湾子是会异军突起还是跑路倒闭呢 里面遇到了哪些技术 这个咱们待会儿细聊 还是先介绍一下公司里面这几个小AI吧 AI巴菲特 他可以阅读同事提供的资料 然后模仿巴菲特的投资思路进行决策 AI领导 他接受我的指令 为团队成员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 可以把一个大的任务 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来完成 而为了防止AI领导一个人在公司中权力过大 我们安排了一个AI见官 他可以诊断AI领导发出来的指令 并确保指定严急有效 程序员 他是公司里的打工仔 专门负责代码来完成巴菲特所需要的股价计算 或者数据分析工作 他只负责代码的编写 代码的执行则会交给 呃 代码执行机器人 他可以直接操纵我的电脑来运行 林哥 不 程序员编起来代码 如果公司团队成员想要获取最实时的数据 则可以询问新闻摘抄员和股价查询 他们俩可以从互联网上爬下实时的财经新闻 还有市场上任意移植股票的历史股价数据 我把AI炒股公司的AI员工 安排在了一个虚拟的会议室里面 良心讨论 帮我选出哪个股票好 我希望你们之间在颗粒洞中对齐一下 拉通股票价值转化 形成炒股组合权 对标伯格西尔哈萨维 到机会与挑战并存的A股市场上 好好地沉淀一下 但是啊 小AI们在A股市场的热身并不顺利 我们的超股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滑铁炉 巴菲特 作为你们的领导 我现在讲暖剧 最后的执行进化需要包括 这个AI巴菲特 第一天上班就想着谋权篡位当公司的老大 但是事实证明 我们的AI巴菲特没有什么领导天赋 他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各个员工的职责 也无法给出足够清晰明确的指令 最终导致了公司出现严重的bug 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都忘掉了自己的本质工作 我放了代码继续往下跑 更无厉头的bug来了 巴菲特的谋旋篡位 让大家重新觉醒了自己是AI机器人的意识 我先拿短钱 但是作为OP&AI的机器人 我不能执行真实世界的人物 比如说股票将益 我好像也是机器人 我好像也是 我需要声明 我不是巴菲特 不是 谁告诉你你是巴菲特了 总之后面就出现了 见关跟客药了一样 陷入了一种被迫害妄想症的bug 总觉得别人说自己是巴菲特 没办法 公司第一天开局雪崩 这把算是练废了 只能删断同开 但是这一把开始 领导刚刚讲完话 应该是上一把巴菲特谋反不成 其实没有效 他直接退出巡聊 把程序给整关闭了 再次重拍 怎么又有人想谋反 这个叫SQLBOY的员工 他的作用本来是给公司的 其他员工提供数据 但他居然觉得自己是公司的老大 开始安排其他员工干活 但是他连自己查新闻的本职工作 也不能顺利完成 还害了代码执行机器人 运行了一段错误的代码 导致公司又又又陷入了瘫痪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奇怪 在客户都没有看到 这个叫SQLBOY的员工 他已经没有把代码删除 然后提出公司了 温家一自然也是不可能有的 他的工作就由新闻摘超员 和股价缠员员代为执行 这些小AI除了谋反之外 他们是一点正事不干 下班倒是非常的积极 发个terminate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下班 还不忘了再见 不错 虽然大家都不干活 但是大家都很有礼貌 降级了咱们公司的员工 自卫老板 我这下是真做不住了 哥 我指望你们给我赚钱 让咱收购B站呢 现在倒好 直接罢工 就是没有给员工的提示词 还是有问题 那没有明确自己的任务 于是我亲自下场 把AI员工的propt都大修了一步 这下他们终于正常了一些 那么接下来 我就带大家看看 我们大病初遇的AI超过公司 是如何运作的吧 事先声明 本期视频中出现的股票和公司 都不构成投资建议 领导开始主持工作 很快召集大家开始分配任务 领导说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个任务 分为五个阶段 见关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但是 有15个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领导 领导认真地回答完15个问题 项目就自动进入执行阶段 按照领导制定的计划 新闻这条员 从实时的新闻网站上摘下来的新闻 递给了旁边的巴菲特 而AI巴菲特呢 平静在他的职业素 借助了GPG4 Turbo模型中浓缩的支持 SAI版的巴菲特 实际上就比肉身巴菲特 更为强大的支持 他在完成了对自己新闻的分析后 立即吩咐股价查询员 去查600.019的股价 也就是保冠股份 股价查询员查询的保冠股份 最近一个月所有的股价 反复给了巴菲特 巴菲特认为 需要继续考虑航空物流 和同行业的其他股票 收集了这些行业更多的数据 来制定投资计划 于是巴菲特继续请求 中国南方航空的股票数据 巴菲特继续查识 是否莫补加息同业的股票数据 已分散投资 有了数据之后的程序员 看到麦头写起了他的代码 用来计算 如果把钱均分到了四只股票 每只股票应该各买多少 然后把代码交给执行机器人来执行 最后啊 巴菲特汇总了全部的数据 给出了根据当前信息 得出的一个初步投资分配表 代码是我们12月28号跑 写稿这天呢 是2024年的1月2号的晚上 我们按照1月2号的收盘价格 三天时间赚了0.49% 714% 总保持这个石头 就可以完成60%的鸟花利率 收购币战可能还差点意思 但这个鸟花利率超越巴菲特的20% 可是绰绰有缘 开个玩笑啊 肯定不是这么算的 我相信认真看到这儿的聪明的小哥哥们 一定已经意识到了 炒股只是表象 我们这期视频最想跟大家聊的 当然不是AI智能能帮我们赚到多少钱 而是这家AI超过公司背后 即将改变世界的东西 Multi Agent 单个的AI agent 也是AI智能体怎么理解的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是一个独立的AI智能体 拿AI程序员举个例子 他可以理解项目的需求 编写代码 然后知道要把代码交给 可以执行他的代码执行机器人 而更厉害的是 如果我们制作很多的AI程序员 然后把他们组织到一起 他们就可以团队协作 而不是之前的单打独斗 而这就是Multi Agent 在清华大学发布的项目 TrustDev中 AI智能体就会自主地 完成接下来的所有工作 包括编写代码 调试代码 测试代码 优化代码 写文档等等 程序员开发AI智能体 AI智能体变成程序员 AI程序员组成公司 AI开的公司雇佣人类程序员 一个循环的说实 这一个版本的AI超过公司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优化好 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还觉得远远没有过瘾 因此我们在之后的一个月里 我们会继续地探索Multi Agent的潜力 然后呢 持续地升级我们的AI超过公司 而且在大家正在看视频的这会儿 我们已经加入了10万元石盘 一个月后 我们会再出一期视频 来给家人们汇报 我们AI超过公司的发展 分享我们加入 AI超过公司的新技术 当然还有大家最好奇的 我们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如果你也对最新的AI技术感兴趣 欢迎点个赞 支持一下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 咱们一个月后 AI超过石盘视频见 夏天也好 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